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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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大家好 有网友留言想吃鸡 但是扔给我三个难题 就是呢 1.不能做白鞋 2.不能蒸 3.不能熬汤 那我只能这样做了 这个鸡头先给砍掉 它去给小青猫加餐 鸡尾也给它去掉 给小青猫加餐 然后再给这只鸡 乌马分尸 多成大大的小块 鸡砍成小块之后呢 来点胡椒粉 还有少许酱油 咸咸的底味 这只鸡呢 是活沙的气汉 要是那种冷藏的鸡呢 你们必须先炒一炒水 然后才一点底味 另外呢 准备一根这个广式腊肠 给它切片 马铃薯 一旦土豆洋芋 切滚到块 再调个灵魂的酱汁 糖 胡椒粉 少许酱油 海鲜酱 猪猴酱 黄豆酱 少许蚝油 不要太多 加上一点点灵魂的花雕酒 这就是今天这道菜的灵魂酱汁 非常的香 非常的好吃 接下来在重点介绍几个配角 这个生菜 我们这里叫永爱党 我不知道你们那里叫什么名字 还有一点点香菜 点最用的这个胡萝卜 排算 酱利 还有葱花 马上开始制作 先将这个马铃薯 滴蛋 土豆洋芋 给它炸熟炸兔 朋友们 炸成这个样子金黄色的已经熟透了 取出备用 过去留底油 先将这个鸡煎香 好朋友们 煎至双面金黄的这个水分基本炒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取出备用了 再加少许油 先爆香这个酱粒 再倒入这个海蒜还有葱蒜 炒出香味之后呢 将这个辣椒火加进去 炒出辣味之后呢 加入这个灵魂的酱汁 炒出浓浓的酱汁味之后呢 将这个鸡肉回锅 然后翻炒均匀 碰点花雕酒 翻炒完就碰了 加少许菜鲜 不要过多啊 然后盖上盖子 门5到8分钟 这一只鸡呢 砍了并不是特别大块啊 所以门5分钟就差不多了 雷雷 5分钟过后呢 现在已经闻到那个浓浓的辣肠香味了 然后呢 将这个土豆回锅 这个胡萝卜也给它加进去 门火快炒 有没有炒到你们 有炒到你们就对了 赶紧按照我这个方法做 你们家里的米饭呢 绝对不够吃 撒过稍微之后呢 加进生菜的加进去 鸡肉铺在那里 鸡肉铺在那里 加点这个香菜 点缀一下 朋友们 广式腊肠 酥仔门鸡 你们学费了吗 可以开饭了 来朋友们 简单的 土豆腊肠门鸡 里面有肉 有菜 营养满满 干杯 真不错 尝一尝这个 鸡翅根 嗯 嗯 好嫩哦 味道真好 这酱汁呢 调节了 海鲜酱 猪油酱 还有这个黄豆酱 是灵魂 每样各一尺 这只鸡呢 大概是 差不多两区嘛 按这个饼座 发达了 土豆呢 也非常的软烂 嗯 真好吃 下饭神器 看看这个鸡翅会怎么样 嗯 也不算残 世间 掌握得 酱酱好 下饭之鱼 养家酒 哎 辣肠 这道肠 也为 这道菜 提供了 独特的香味 就是 广式那种甜辣肠 酒香味十足 不得不说 这道鸡 做绝了 非常的大肠 要是你们有那个芋头的话 其实这道菜呢 用芋头来代替这个马铃薯更好 尤其是 广西那个 利浦芋头 淀粉含量足 做这道菜呢 绝对比这道 更加霸道 我本来也想用那个芋头做的 因为这道芋头呢 现在卖多少钱知道吗 一公斤 大概十二三块钱马币 等于是说 人民币一公斤 二十块钱 已经要十块钱的人民币 反正呢 这个马铃薯呢 就便宜多了 三三两两了 这鸡肉呢 我就吃完了 现在剩下这个汁 饭饭吃 选这道菜呢 这个汁 并不是很多 但是的 满满都是精华 放钱一口酒 常喝 常有 亲爱的朋友们 我不客气了 嗯 嗯 嗯 鸡针 辣肠 小米辣 炒 吃的干干净净 非常的满足 来 优优酒 视频呢 就录到这里的月子 要是觉得我这个视频呢 能够打开你的胃里的话 点个 把我的关注 点赞 评论转发 下一期想吃什么 留言区 评论告诉我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随 Eltern 咱们下个视频